财阀千金忽然感觉到 眼前的美女绝非善茶 果然 美女一开口 海人就感受到了危险 此时的千金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在这个偏远的农村 竟然还藏着一个 这么强劲的对手 看着美女边说边陶醉的样子 千金决定彻底断了她的美梦 就这样 伍克拉大钻戒一出 刚才还在兴奋中的美女 瞬间的老实了 然而 虽然海人成功宣示了主权 但她还是觉得 不能让星星待在农村 给那个美女可乘之机 于是第二天 她拉着星星就回到了城里 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到家的楼下 星星帅气的样子 又被一个阿姨看中了 看着自己老公 竟然这么的受欢迎 海人知道 是时候该给星星上上强度了 海人 broth 安全的活动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